各位看官 本集将会是考验各位的数学水平的时候了 请将诸位的答案留言在评论区哦 此时的沈浪正在向金木聪套取关于许文章的信息 就听见教室外传来的许文章叫嚣的声音 这书我是没法教了 我从没遇到过如此没有教养的人 片刻后就看他骂骂咧咧地带着伯爵和林夫子走进了教室 边走边骂沈浪目无尊长 沈浪看到许文章真将伯爵带来了 也只是愣了一下 随后站起身恭恭敬敬地向伯爵行礼 小旭拜见岳父大人 不等沈浪话说完 许文章便开启了表演模式 沈浪 我大言王朝最讲究的就是天敌君亲师 而你却目无尊长 你这种行为就是败坏伯爵府家风 伯爵大人 这是如若不作惩罚 之后人人学样 那我伯爵府学堂的学风就毁于一旦了 听到许文章的撞词 金木聪已经吓到爆头发抖了 多年经验告诉他只要和老师起冲突 无论对错 这三十边是赌不过 然而今日伯爵却一改常态 心平气和地让沈浪给出一个合理解释 这让金木聪也是大吃一惊 岳父大人 徐先生尊为师长 我并无不敬 只是他讲的内容过于简单 小旭早已学会 如若假装去听 才是对徐先生最大的不尊重 当许文章听到沈浪说自己教的简单 瞬间不乐意了 笑骂沈浪一个十年未过启蒙的废物 竟然敢如此大言不惭 可笑知己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我编出十道题 如若连三题都答不对 那就受编持三十 承认自己信口雌黄 如何 许文章太清楚寒水学堂的老师水平了 这次沈浪死定了 自己一定要亲自动手将他的屁股打开花 这话一出 伯爵大人皱眉 他觉得许文章有些过了 赶紧让沈浪给许文章道歉 可沈浪问是不是自己只要答对三题便可过关 得到肯定答复后沈浪突然话锋一转 徐老师 如若我十题全对 您是不是需要当众给我道歉 听到沈浪竟然让他当众道歉顿时炸了毛 感受到了自己的失态 随即调整好情绪 答应只要答对五题便当众向他道歉 见许文章答应 沈浪兴奋地让在场的其他人给自己做见证人 而此时的伯爵却愣在了原地 一个是自己女婿 一个是自己心腹 这两个人在窝里斗 到底是要闹哪样啊 而就在伯爵想上前劝你 身后却传来了林夫子的声音 老夫愿意给姑爷作证 见自己的老师都来掺和 博爵的怒气更大了 你沈浪如果等会儿敢丢我的脸 我非要让你感受一次我父爱的屁边 而另一边的许文章已经开始给沈浪出题 为了让沈浪挨打 此刻他要把最难的题都写出来 只要答不出 博爵就没办法去袒护沈浪 整整半个时辰 许文章完全是绞尽脑汁 终于出了十道难题 而后嚣张地走到沈浪面前 告诉他只有一个时辰的写题时间 可当沈浪看过题目 嘴角瞬间露出一亩玩味的笑容 我当你许文章有多厉害 拿这么简单的题给我堂堂硕士来做 简直是杀猪用牛刀 浪费啊 第一题便是一道小学五年纪的数学题 写这些题连智脑都不需要就能轻松搞定 紧接着第二题 用上了方程式 有点意思了 第三题看似诗文实则是数学题 对沈浪来讲却也还是简单 反正我试一题也做不出来 可对于沈浪来说简直小菜一叠 很快就写完了前九题 直到最后一题的出现 勾起来沈浪的兴趣 这可是世界级的数学难题 没想到竟能在这里遇到 普通人也许16排都排不出来 可对沈浪来讲 他在上一世便已轻松排出了23排 这下这个许文章要彻底颜面尽失了